江屯 江屯 大家好 我是杨和 是一名江屯摄影师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 都是我拍的 去年2月我突然火了 成了一名新闻人物 也是因为江屯 那一天我正在江边拍江屯 突然发现江里面有一只江屯 正在水里不断地挣扎 他越挣扎就被绳子勒得夜紧 如果时间长了 他就会被拖死 淹死 于是我赶紧掏出了手机打电话 向我们余政部门求救 不到一刻钟 余政就业人员就赶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三峡海事局 还向事发地水仪的船只 下达了紧急停航的调度令 长江这个黄金雷道 他按下了暂停舰 救助江屯困难极大 反反复复的几个回合 我们才靠近了他 简单的绳子 他得救了 这个小家伙一点就不想客气 一下子就不见了 我觉得江屯是有灵性的 他好像记住了我 只要是我到江边去拍江屯 他总能在我的镜头中出现 可能大家不相信 但这是真的 因为他的尾巴上 有一道很明显的伤口 阿开两个月后 他月初随便被我抓不到 我发现他肚子大了 他怀孕了 原来呀 我们救助了一只怀孕的母江疼 再后来呀 他有了自己的宝宝 还带着宝宝来看我 这就是他们母子 江疼的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 多么的温馨 我天天去跟拍观察 记录这群江疼 利用他们身上特殊的印记 来分辨他们 这也让我认识了 我们这里的每一只江疼 比如 这是四月份出生的小江疼 他出生的时候 身上就有两块小胎记 再比如 这是七月份出生的小江疼 他出生的时候 身上也有一块小胎记 我跟拍江疼五年了 以前江疼很难拍到 一次数量少 二次怕人 现在啊 我可以天天去拍江疼 尤其是最近两年 随着长江大保护的不断推进 长江的水质越来越好了 江疼也越来越多了 我的故事 还登上了CCTV CGTN等 国内国际频道 我用影像 巨入了长江江疼 也巨入了长江两岸的变化 这是五年前我们宜昌的一个江边 它原是一家化工厂的对煤厂 如今它已变成了美丽的公园 叫四二师公园 这里也有它的一个故事 我们过去是一家长江边的化工企业 这个长江两岸都是化工企业 2018年4月24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公司 考察再三进入 要保护好我们的母性货长江 我们捞起总书记的重头 扯出了江边三十二套装置 都腾出的爱线九百五十米 全部进去了绿化 建立了四二师公园 我们还封住了所有的长江派游口 不让一地无水丢入长江 如今我们站在工厂边 能看见江泽出浪花 能够为保护长江出一分里 亲眼见着长江越变也好 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无比自豪 是的 长江越变也好 这是生活在长江边的人共同的感受 水清了 暗绿了 鱼多了 江团回了 这一切真好